警車火速抵達停在社區門口 員警立刻進到社區大廳 幾分鐘後救護車也來了 救護人員上前關心男子傷事 社區門口突然來了警車和救護車 原來是一名住戶是在自家的大廳 竟然是遭到毆打 而且動手的人還是社區警衛 事發在新北市新店玉龍城商場附近的 這處社區12號凌晨12點多 住戶要回家卻莫名其妙被毆打 原來是被保全懷疑打小報告 張姓保全懷疑28歲馬姓住戶 曾和自己的主管打小報告 說他上半時間一直在睡覺 當天碰到對方就攔下來質問 儘管對方否認他也是不肯讓他走 一氣之下竟然直接拿起撞球 敢打人把住戶打到手臂多處受傷 另一名同事趕緊把人拉住 同時打電話報警才沒讓衝突擴大 但社區發生暴力事件 其他住戶無法接受 我也覺得太可惡太可怕了 我從來沒看過 居然有保全會打住戶 我真的沒有聽過 所以現在交由他們公司來處理 找那種品質好一點的公司來管理 這樣子的話 最終造成我們住戶的困擾 我們也害怕 雖然被打了住戶沒有打算要提告 但應該保護住戶安全的保全 為了保住飯碗動手打人 立刻被開除 最後還是丟了工作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有十多秩序 最完美的部分 我實在位於 不斷就會 我實在予啊